Uber交车服务在新版公路法修法之后 面临高额罚款 但争议依旧持续 机程车职业工会举行记者会痛斥 Uber说谎 机程车队从来没有与Uber接触 而且Uber根本就不想合法化 机程车工会号召成立检举大队 呼吁Uber司机合法经营 超过Uber网言 机车交驾驶职业工会在杠上Uber 他们表示新版公路法上路后 Uber依旧无视法规罚款 有眼尖网友发现 Uber使用条款暗藏陷阱 如果用APP轿车检举 恐怕会遭到求偿 尤其Uber向交通部官员宣称 将与机程车业者合作 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 严正的否认 我们有跟Uber合作 这个事情是只需乌有的事情 我们很多驾驶的朋友 已经自发性的组成检举Uber大队 那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这边收到的案件 已经超过一百多件 工会业者扬言抗议到底 并对外向民众提供检举懒人包 公路总局也重申 对于网传只要持有驾驶执照 驾驶租赁轮车辆 加入Uber就不违法 是错误讯息 依旧可以处十万元以上 至二十万元以下罚还 不过交通部长贺成旦 日前与Uber高层协商 有意在偏乡地区纳入私人运聚共成 修法让Uber前往偏乡营运 此举工会业者大为不满 第一个什么是偏乡 我觉得将不必须要定义出来 以后这种话尽量少讲 因为当Uber还没有成为一个合法的 一个合法的业者之前 其实你跟他讲那么多 我认为都是废话 此外日前 计程车司机爆发性侵 含及旅客案 重创计程车业者形象 工会方面强调 对于犯罪行为加以谴责 尽管公路法修法过关 但计程车业者与Uber方面 争议依旧难以化解 业者喊话呼吁Uber司机与官方 加入政府力推的多元计程车方案 避免违法营业 新台阶事成为我审议同 台湾特别报道